臉書放上圖片 寫上眾新聞告別 感謝讀者才剛在元旦成立五年的香港媒體 眾新聞 二號晚間九點多 突然向讀者宣布 將在四號停止營運 眾新聞在文章中表示 無奈當下面對龍捲風吹襲 巨浪滔天 過去兩年的社會巨變 傳媒生存環境惡化 已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創辦時的理念 也強調在危機中 必須確保傳上所有人 可以平平安安 停止營運消息曝光 讓香港網友慣報官方臉書 狂漢不捨 目前眾新聞的網站 也已無法瀏覽 只是日前港媒立場新聞 才有多名高層主管遭到港警逮捕 還前往辦公室搜出一箱箱證物 不久後隨即被迫遣散員工 並停止營運 港警引起的寒蟬效應 越滾越大 香港媒體陸續吹襲燈號 就怕面臨同樣命運